在東南亞國家領袖裡面 大家知道我最喜歡誰嗎 就是這一位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 我相信有觀眾在講 他又獨裁又民粹 你這個泛琦菲評位怎麼那麼差 我告訴你 我才有品位了 這杜特蒂多特別 他多的創意 最重要的是 東南亞領袖裡面 誰有他的收視率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些 這個杜特蒂的經典的幹話集 NCC的各位委員 你們可以先去喝個水 或上個廁所 我告訴你 這樣子好了 你直接把電視關掉 今天真的沒什麼好看的 今天沒什麼國際新聞啦 你們覺得這樣有用嗎 應該是沒用 好啦好啦 我自己看著辦 比如說他教宗方济各 要到國外去訪問 教宗來自己的國家 大家都求都求不到 杜特蒂居然就說 教宗你這個嗶嗶嗶嗶嗶嗶嗶 我自己做音效 我把他嗶掉了 所以我沒有講髒話 教宗你滾回家吧 不要再來了 或是在肇事晚會上 他就亂開黃腔 說什麼 我看到他的臉 我心想這太可惜了 他們排成一排 叉叉叉叉叉叉了 那我很氣 他被叉叉叉叉叉了 但他真的好美 我心裡想 我作為首長 應該可以排第一個叉叉叉叉叉 他的原文真的很可怕 聽不懂的話 那自己去Google 我要盡力啦 那杜特蒂呢 還有一個本事 就是台語可能會講 他是傻叉叉 就傻傻 還很直白 那很多政客 只敢心裡想想 不敢講出來 但是杜特蒂 就是可以直接把他說出來 比方說 這一句 十個罪犯的命 有那麼重要嗎 如果是要我面對 這些傷心事的話 一百個白痴的命 對我來說 又有什麼意義呢 或者是說 如果你貪污 我就會抓著你 把你抓著去搭直升機 把你從馬尼拉的上空丟出去 我以前就已經幹過這種事了 我怎麼會不敢再做一次呢 這個在一般的國家 這樣的行為 好像是不是叫做謀殺 我再來跟NCC喊話一下 我們以上取材都是來自BBC BBC可以講 我們應該可以講吧 那我們會講到杜特蒂 是因為菲律賓就要大選了 我跟大家講 我們的新聞 真的都是高大上的 來看一下今天的菜單 說到菲律賓總統 你會想到什麼 強人還是狂人 還是獨裁之類的 拜登揪團釋出戰略 除油壓油價 結果有點糗 不跌還往上漲 你知道美國也有鴉片危機嗎 連WOMA也被認為是幫兇 溫泉娘動畫 搶救旅遊人器 以為是好點子 結果被轟性歧視 超夯的兒童電玩遊戲 造成生物的滅絕危機 六角恐龍到底在轟什麼 25歲的電子機 現在還在出新品 起死互言聲 不只是時代的回憶 The Point 今天我們是 真愛藻礁的公投話題 用電跟生態 真的是毫無交集嗎 好 那我們來看 今天的這個新聞 你這樣看 那最近菲律賓正在準備明年的大選 我真的是看不懂 菲律賓正在演哪一出 英國的衛報就說 菲律賓大選根本就是 馬戲團表演 這馬戲團 在這個英文裡面 是在吸引說 哇天下怎麼有這種事啊 你看這隻狗居然會罵髒話 哇哇哇 像這樣 我的狗呢 如果會罵髒話 我馬上就送牠去上哈佛 美國的網路媒體GZ也說 連菲律賓人自己也覺得 菲律賓選舉真的好像在看馬戲團 因為菲律賓人都知道 不論候選人推出這個打擊貪腐啦 還是減少貧窮政策 都不可能會實現 所以對於菲律賓人來說 看政策一點都沒有用 投票的時候 把票投給人氣最旺的候選人就對了 在很多民主國家都會擔心 候選人出身政治施加 因為他這樣子有可能會偏袒啊 或包庇自己人工程都給自己人包對不對 但是在菲律賓出身政治施加 反而是加分的 很多選民呢 一看到這候選人出身於 政治施加選配 就馬上給他蓋下去 如果是兩大政治施加聯手的話 這叫做黃金組合 神明顯明的名牌 蓋下去穩贏的啦 這就是菲律賓下一屆總統大選狀況 菲律賓60年代到80年代的強人獨裁者 老馬可氏的兒子小馬可氏 菲律賓人都叫他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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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那已經跟杜特蒂的這個女兒 薩拉杜特蒂聯手準備要席捲政壇 大家一定很好奇啊 為什麼菲律賓選舉啊 這個選來選去好像都是這個 政治人物的第二代第三代 其實菲律賓的政治是加 才不過兩三代而已 那這種現象最早可以回溯到殖民時期 那當時西班牙跟後來的美國 為了方便管理嘛 就培養了地方的士生 讓地方的士生去處理民眾的 這個疑難雜症 就是造就了民眾 普遍信賴地方士生的文化 那大家早就習慣政治呢 就應該交給這些人去管理 那也不會覺得說 換人做做看比較好 那這些在地方上有權有勢的 這些士生呢 在菲律賓脫離殖民統治之後 也不想把權力讓給別人 肥水不落萬人田 那一到選舉呢 就派自己人來參選 就導致菲律賓政壇 長期就被地方政治世家來把持 那就有這個非營利團體在估計 菲律賓全國約有250個政治世家 那菲律賓全國現在也才81個省 所以平均下來每個省 至少就有三個這個政治世家 那你就知道這有多競爭了 那研究就指出 菲律賓在2019年選舉當中呢 有高達80%的州長 67%的國會議員 還有53%的市長 都是來自政治世家 當議會裡面呢 都是來自各個政治世家的人馬 就算有人想要提出 削弱政治世家勢力法案 也不可能會通過的啦 所以這就讓菲律賓更難擺脫 這個政治世家的束縛 那時代雜誌就指出 這些政治世家多半是從菲律賓 相對落後貧窮地區起家 他們除了深耕政界 在商界多半也會有一行之地 那很多企業都是掌握在 這些政治世家親信手裡面 那整個家族就跟得富起來了 比如說杜特地家族 每個人一參選公職存款就跟著分了 好幾倍 雖然菲律賓政治呢 都是掌握在政治世家手裡面 但是杜特地家族 現在氣勢是如日中天 所以為什麼他還要跟這個 馬可氏一家搭上線呢 杜特地是在2016年 搭配小馬可氏最主要的這個理由 這個杜特地的勢力 主要是在菲律賓的南部 那馬可氏勢力範圍在北部 兩大家族聯手就能夠南北通知 所向披靡嘛 那菲律賓的這個電視台 ABSCBN就指出 雖然沒有辦法判斷 這兩個家族是不是在2016年以前 交情就很好 但可以確定兩個家族 過去確實有點關係 杜特地之前就曾經說過 他的爸爸文森杜特地呢 曾經是老馬可氏的內閣成員 那杜特地總統做了6年 小馬可氏跟杜特地女兒的這個馬杜佩 又多了一個讓兩大家族聯手的理由 那杜特地在任期期間 就開發動了這個毒品戰爭嘛 那保守估計至少6000人因此死亡 那也有人說 這死亡人數是高達2萬人 那現在國際刑事法院已經準備好 要在杜特地卸任的時候 就要展開調查 所以杜特地其實是割在蛋啦 如果他女兒沒選上副總統 或是他自己沒有選上參議員的話 杜特地可能就完全沒有靠參加 那菲律賓大學的底里曼分校的 這個政治學教授他就說 這一次馬可氏家族跟杜特地家族選擇聯手 就是因為兩邊都有不能輸的理由 對於杜特地家族來說 現在正是延續政治聲量的關鍵 如果這個女兒 薩拉杜特地沒有選上 杜特地家族在杜特地卸任之後 就沒戲唱了 至於小馬可氏呢 他這一次如果再沒選上 這樣最高法院一定會辦他逃脫的這個案子 逃稅的這個案子 那現在這個最高法院裡面的法官 很多都是杜特地任命的 那只要兩大家族聯手 不論是誰選上 小馬可氏跟杜特地都有後台 那就可以有機會 他就不用去坐牢了 那聽到這裡大家不覺得很怪嗎 既然菲律賓人都知道 小馬可氏就是獨裁者 老馬可氏的兒子 杜特地雖然現在還沒有醉 但感覺上好像離這個坐牢 好像也不是很遠了 那大家怎麼還會想要 投給他們的第二代呢 華人街日報就說 雖然薩拉杜特地 是繼承了杜特地在地方的勢力 但不表示薩拉 就會變成杜特地的傀儡 至少薩拉跟他這個老爸 展現出來這個形象 是更優雅 更柔和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看一下 這個薩拉杜特地 是有多柔和 多優雅 有多柔和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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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看到了 這個這樣子叫做柔和優雅 他這樣你過來 你過來 然後就把他扁了一頓 而且你知道嗎 他打得還是緊掌 我在看這稿子的時候 就想這不是寫手 怎麼寫成這樣 我就把他們的寫手叫來 好好的談了一談 結果我們寫手堅持說他沒有錯 他說他寫的不是薩拉 柔和優雅 是 薩拉比他老爸 柔和優雅 薩拉不會像杜特地一樣出口成章 而且他亂揍這警場之後 他還有道歉 所以是柔和優雅 好好好 算你對 而且這個薩拉好像真的要走自己的路 他這一次就不是代表 這個老爸杜特地所屬的政黨來參選 再加上他過去真的還K過老爸的政黨 所以這個薩拉杜特地看起來 好像真的是想擺脫老爸的陰影 至於小馬可氏 選民們並沒有忘記 這老馬可氏一家這個貪腐的事蹟 這對於小馬可氏來講 還是有很大的殺傷力的 那這陣子就有人權團體 在馬尼拉抗議 認為馬可氏一家還沒有把錢吐出來 也沒有接受法律的制裁 竟然還敢派人出來參選 這很不要臉 不過因為菲律賓大選 不管得票率多寡 只要拿下最高票的就贏了 那照目前局勢看起來小馬可氏 也就是菲律賓人口中這個蹦蹦 他這個聲量還是最大的 不過我看蹦蹦 你還是不要跟你的副總統 起什麼衝突 那個柔和優雅薩拉 他的溝通手法好像蠻激烈的